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夏经纬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海警的曝光率很高 2月2日19日 菲律宾海警船 清闯黄岩岛临近海域 2月22日和2月15日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船只非法清闯黄岩岛临近海域 对此中国海警军进行了 专业规范的现场处置 不仅如此 2月6日 中国海警2502舰艇编队 在我钓鱼岛临海内群航 2月18日 福建海警局在夏新海域 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 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 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这些公开报道 还仅仅是中国海警行动中的一部分 专家表示 中国海警在各海域执法维权 旨在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 海警法明确规定 海警机构在我国管辖海域 开展巡航警戒 指手重点导销 管护海上界限 预防制止 排除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等 中国海警在黄岩岛距离非法 清闯黄岩岛临近海域 是其履行自身职责使命的体现之一 据悉 美国海岸警卫队对其自身的定义是规模最小 干活最多 我国海警也大致如此 除了公开报道之外 中国海警一年365天 每天都在各大海域维权执法 面临各种挑战 支撑这种高强度 长时间执法行动的关键因素 包括装备质量得扛造 装备数量得够用 后装保障得给力 此外 海警人员除执法素质能力高之外 还需要良好的体能和心理素质 今年累月的海上执法行动 对舰船考验极大 对装备进行检验的同时 也促进中国海警舰船性能不断优化 七七年中国海警装备的确提升了不少 拥有多型先进船只 这些装备使得中国海警在近海 中原海执行任务的能力不断增强 公开报道显示 中国海警3901排水量达1.2万吨 全球最大 配备有各类先进装备 同时该船还有直升机起降平台和机枯 在与飞方的力量对比中 我方具有决定性优势 如果冲突升级局势无法控制 最终受到伤害的必然是菲律宾 但我方展示出足够的克制 南海问题的本质是领土主权 和关于海洋化界的争议问题 我国采取的措施既不是出于地缘政治考量 也不是要加剧军事对抗和军事博弈 恰恰是菲律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 在南海问题上犯安全化 可以淡化甚至恶意回避领土争议问题 推动南海军事化 以此强化其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加大军事合作 专家认为当前面对周边复杂的地缘环境 中国海警应继续加大力量建设 尤其是海空力量需要强化 以便实现即时高效的海空联合维权执法 海警空中执法力量的发展 是水面力量的一个重要补充 不仅有助于提高执法的效率 也可以更快速的做出反应 更高效应对侵权行为 此外海警的装备综合性能要更强 足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全面锤炼执法能力 随着海警实力不断增强 我国在相关海域的维权也会更强有力 只有通过维权力量的展示和实际行动的彰显 才会让侵犯我国国家利益和海洋安全的势力 有所熟练 好了本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